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要过年了 围炉的年夜饭 您想好了要吃哪一家吗 全台湾年菜商机 每年高达60亿新台币 所以您可以想得到的各家电商平台 或者量饭店大卖场 超商以及生意好的餐厅 饭店等等 都会来抢食这块大饼 后疫情时代 各家业者都看好 今年的年菜买器会比往年更高 特别的是这两年 年夜饭悄悄吹起日本风 不少业者都退出了日式料理当年菜 这家知名饭店主打顶级的日式火锅集 光是火锅汤底就大有来头 本进口的柴鱼片下去熬制 里面也添加了北海道那边 所生产的利高昆布 利高昆布它的特点就是肥大厚实 熬出来的昆布汤非常的香浓 非常的浓郁 辛苦一整年 别再过年时省钱 业者看准大家想要好好 慰绕自己的心情 用料极其奢华 包括六百公克以上的熬龙虾两只 鲜活的南非鲍鱼四颗 以及加拿大冷冻干贝 广岛生蠔 顶级牛小排 台湾雪花猪 而这一家不管什么时间 生意都很好的日本料理店 店家小小的 尖锋时段客人 总是耐心排队等候 他们的招牌就是 每天各种很撈的鱼货 坚持切出最新鲜的生鱼片 炙烧鲜甜的大虾干贝等等 两年前老板首度推出生鱼片年菜 就大获好评 我记得我们全部的人52个小时没有睡觉 对 就是拎了两天超过 然后就做年菜给大家 我做事情也比较龟毛 就是我不希望全部都先做好冰起来 我还是希望客人边来边切出去 让那个货是活得走 养出了忠实粉丝之后 今年的年菜再进化 除了老饕在店里一定要吃的 季节生鱼片和鲑鱼肚 老板更挑战平常店里没卖的 波士顿活龙虾 绍兴字大草虾 都是活跳跳 超澎湃的组合 限量25份 而且除夕当天才能取货 很多客人都问我说 他觉得我平盘卖得太便宜了 只不过台湾人围炉上百年 吃惯了台式料理 很难被一国料理完全取代 看看这家平价的日本料理餐厅 脑筋动得快 干脆来个台日混搭 厉害的是老板坚持不涨价 因为他就希望客人 可以吃到最好的料理 然后大家过年都开开心心这样 虽然屋价涨得还蛮夸张的 但是老板也是坚持 就是一块钱也不涨 我们卖年菜卖那么多年 价钱还是一样 不管台菜或日本菜 客人都好爱 老字号餐厅真厉害 这双重口味双重赚 我们就带您来算一算 这些外带年菜到底哪一家比较划算 五星饭店日本料理 顶级熬龙虾火锅 四人份九千八 平均一人两千四百五 平价日式餐厅两份火锅 加上六道中日混搭年菜 十人份一万两千七百九十二元 平均一个人一千两百七十九元 人气日本料理龙虾豪华生鱼片 七人份三千八百八 平均一个人五百五十四元 通货膨胀原物料大涨 加上人力短缺 让这些饭店跟餐厅业者的 现做年菜很难压低价钱 如果想省钱的妈妈们 可能会转而选择电商平台 跟餐饮业者合作 那种大量生产的冷冻年菜 根据电商平台的大数据 一套六人份的年菜 最好压在四千元以下 等于一个人大约七百元 超过就是门槛 如果一个人七百元 听起来好像也没有特别便宜 但这两年万物皆涨 自己上市场才买一样的年菜 不见得会比较省 话说回来 过年嘛 大家想要的不只是吃好料 更重要的是全家团圆 说说笑笑 华氏新闻徐湘华江玉文 专题报道 哈喽 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码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8月9日 各位观众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